宝马SUV终于妥协了 这一切还要感谢新能源的崛起 而今天介绍的这款宝马X1 更是宝马在紧缩SUV当中布局最成功的一款车型 它不仅拥有着强劲的动力 宽敞的空间 同时让你开出去还非常有面子 而且现在这款这预销量轻松达到1万台 入手是准没错的 等我一起来看看吧 外观方面确实要给它满分 运动感直接爆棚 尤其是双胜的中网 自家镀隔边框的加持 但整个车头看起来非常的犀利 同时大灯的设计感也很强 三十年的轮廓也很漂亮 日线行车灯打开以后 在路面行驶也是有着非常高的辨识度 车身的腰线一样是那么流畅 尾部的设计也是更高大霸气 再加上双边双出的排气 更是让整车充满了运动感 作为一款SUV 这款车在外观方面的设计确实很合格 开出区更是能够拥有着和宝马X5一样的气场 它达到了4米616 手距达到了2米802 就这样的空间表现 也是让它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属于佼佼者的存在 无论你是坐进前排还是坐进后排 都不会出现拥挤感 而且内饰方面的设计 同样也是非常吸引人 一体式的双联屏 让整车更显高级 同时中控台设计也是非常简约 用料也是非常厚道 可以说内饰方面的设计 非常受我们年轻人喜欢 动力层面 该车搭载了1.5T和2.0T两款发浪机 但是它的1.5T版本吐槽的比较多 是三缸机 后期不稳定 如果预算中足 还是尽量选择2.0T版本比较合适 马力能够达到204匹 扭矩能够达到300 百公里加速轻松破7秒 这都是能够给到你强劲的动力表现 而且油耗还低至7.2升 虽然1.5T版本现在价格低 但是论性价比的话 还让2.0T版本更划算 而且现在2.0T低配版本 一回后的价格是19万出头 不当是同级别里面的性价比王都不为过 现在这款车价格方面确实降的太多了 就连我们上班族也能够轻松买得起 而且看出去还非常的有面子 不管你是家人代步 还是开着管车出去自驾游 跑马差异都是能够给到你喜欢的表现 这还考虑什么本田CRV和荣放呢 对此你会入手它吗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